大家好,我们现在开始学习第五个知识点 给大家讲解一下稳定战略 首先呢,还是看一下这个知识点的考勤分析 应该说这个知识点在过往的14年考试当中 从来呢,没有被考过 因此在今年,也就是2023年的考试当中 这个知识点被考到的可能性也是微乎极微,几乎微零 因为中国人说话,通常呢,不愿意把话说满 不愿意拉满功,都是团着点说 所以说,第一点,咱们说的直白一点 一言以蔽之,其实指的就是这个知识点稳定战略 其实在今年呢,应该说呢,也不会被考到 这个知识点呢,他所讲的内容并不多 广大学员对于这个知识点的学习掌握呢 应该呢,要以理解为主 但是啊,中主协最近的考试 尤其是近几年的考试 应该说他出题的路数是比较鬼的 也就是说,先前多少年没有被考到过的知识点 或者说,没有被考到的角度 在最近几年都悉数粉末登场 所以说,针对中主协最近几年的这样一个考察路数 我们不怕一万就怕万一 所以说,对于这个多少年没有被考到过的这个知识点 我们在今年复习备考时 也要呢,稍微的花一点精力予以掌握 以做呢,万全应对之策 因此对于这个知识点 大家在理解的技术上 对其中为数不多的重点相关的内容 需要大家呢,进行记忆 因为这个知识点它本身所讲的内容就不多 里面的干货内容就更好,更少 所以说,对于比较少的这些个干货的重点内容 需要大家呢,在理解的技术上加以记忆 能够满足呢,考试的可能考察要求即可 这样呢,对于考试呢 我们进行啊,全面的复习 以做万全应对之策 好在呢,这个知识点呢,内容不多 不会花大家太多的功夫 不会占用大家的过多的精力 这个知识点呢,最近五年 它肯定呢,没有体验出这样的考察要求来 因为在过往的14年,它就从来呢,没有被考过 这是对于这个知识点啊 它整体上的一个考察地位 以及我们的复习策略 来给大家呢,进行一下介绍和建议 那么我们接下来呢 就给大家讲解这个知识点 为数不多的内容 在给大家讲解这个知识点 教材要讲解的相关内容之前 我们对于这个知识点 稳定战略的一些核心要义 给大家呢,根据教材所讲的内容呢 进行一下提炼归纳 先行给大家呢,一揽子进行讲解 大家把稳定战略的核心要义掌握了 我们接下来再学习教材所讲解的相关内容 你就能知道教材说这样一段话 教材这么表述 它背后要表达的意思是什么 这样你再学习这个知识点呢 就能做到心明言量 做到心中贺量 学习这个知识点呢 它背后的逻辑 你就能够呢一目了然 我们在前面的若干个知识点 给大家呢,讲解是发展战略的有关内容 发展战略呢,是分成三种具体的战略类型来讲解的 分别就是呢,一体化战略 密基因战略和多元化战略 我们在稍后要给大家讲解的知识点 也就是下一个知识点 第六个知识点 要给大家呢,讲解收缩战略 我们当下要给大家讲解这知识点 就是稳定战略 所以说发展战略 稳定战略,收缩战略 这三种战略 是公司总体战略 这三种类型 也就是说 是公司战略层次 位于金字塔尖部分 就是总体战略的什么 三种类型 稳定战略是这三种类型之一 金字塔尖的总体战略 包括三种类型 一个就是什么 我们已经讲过的发展战略 一个是我们接下来 要给大家讲解的什么 收缩战略 然后我们当下讲解的是 居间的什么 稳定战略 那什么是发展战略 从字面的意思来看 顾名思义 发展战略的意思 我们就可以把它简单粗暴 理解为 就是将企业的业务和规模 做大做强 接下来也就下一个支点 第六个支点 要给大家讲解的收缩战略 按照字面意思来 理解顾名思义 其实就是指 因内部主客观原因 企业要将其业务和规模 越做越小 你按照我们已讲过的 和将讲过的 这两个战略的内涵 照着这个逻辑 平推过来的话 那稳定战略 则是指企业实施的这个战略 就是要保持企业的业务和规模 等方面的什么 维持不变 怎么个维持不变 就是你稳定战略的这个实施期 实施过程 和稳定战略实施期的这个期末 就是稳定战略实施的这个过程 和稳定战略实施期的期末的这个业绩 和你实施这个稳定战略的这个战略期出的业绩 要持平 要维持不变 这样就是所谓的什么 保持这种什么 相应的稳定 所以说稳定战略 到底是什么呢 一言以蔽之 就是实施稳定战略的这个战略期出的业绩是什么呀 你实施稳定战略的这个战略过程当中 以及实施稳定战略的这个战略期末的业绩还什么呀 这是呢 稳定战略 按照呢 发展战略和收缩战略 这两种战略的逻辑平均过来 稳定战略的大体上的这样一个含义 这样的一个内涵 这是第一点 第二点呢 就是企业要实施稳定战略 它必须具足或满足两个前提条件 也就是说这个稳定战略 并不是说企业说我想实施就实施的 就是当企业可以选定去实施稳定战略时 必须要满足两个前提条件 哪两个前提条件 一个前提条件 就是外部环境要大体稳定 因为我们在前面给大家反复强调过 就是企业所实施的这个战略 一定要和企业所处的这个内部环境 相匹配 所以说你实施稳定战略 就是你战略期出什么呀 你战略实施期和战略期末还什么呀 其中一个前提条件的就是外部的环境要大体稳定 否则的话你外部环境不稳定 那就是术欲静而风不止 你想实施稳定战略也实施不了 因为你外部环境会变 外部环境变 你的战略也要相经调整 这样才能使战略与环境的相匹配 这是呢 第一个前提条件 那么第二个前提条件 就是战略期出的企业发展还不错 这是什么意思呢 就是企业要想实施稳定战略 它实施稳定战略的这个实施期的期出的 业绩还不错 业绩是好的 业绩是好的 这句话怎么理解呢 你反着说就理解了 如果说企业的战略期出的业绩很差 即使外部环境很稳定 你也不能够躺平 你也必须得什么 奋发图强 把业绩做上去 否则的话 你战略期出的业绩很差 你又不奋发图强 你是留着你过年吗 还等着你过年吗 所以说这是企业实施稳定战略 所需要满足的两个前提条件 一个就是外部环境稳定 第二个就是战略期出的业绩还不错 如果说战略期出业绩不咋地 即便是外部环境很稳定 你企业也不能躺平 也不能摆烂 必须奋发图强 把业绩做上去 这就是企业它实施稳定战略 必须具足的两个前提条件 一个是外部环境稳定 一个是战略期出业绩还不错 这两点具足了 你就可以是吧 来实施稳定战略 有一点不具足 你就不能够实施稳定战略 你比如说我战略期出业绩挺好的 企业发展不错 但是外部环境 发生了较大变化 你此时也不能够实施稳定战略 虽然你业绩不错 因为你外部环境变了 你战略如果说不相应的进行调整 与之匹配的话 你好的业绩也会因为战略与环境不匹配 慢慢的业绩会走低 业绩会逐渐恶化 那反过来 如果说外部环境是稳定的 但是你其出业绩不好 那也要奋发出强 把你的业绩什么 要做上去 所以说 这是企业实施稳定战略 需要具足的两个前条件 所以说 稳定战略的核心要义 一个是 第一点给大家介绍的是 稳定战略的 它的内涵是什么 就是保持业务和规模 大体上是不变的 与实施稳定战略的 战略七处的业绩 是什么 大体相当的 保持持平的 持平的状态 维持不变的状态 这是稳定战略的 它的内涵 那实施稳定战略 需要具足的 两个前条件 是第二点给大家介绍 这就是稳定战略的 核心要义 这个核心要义 不是说我凭空讲的 而是根据教材 所讲的 有关稳定战略的 这一部分内容 来给大家提炼 归纳出来的 也就是说 这个支联的精华 精髓都在这 你听明白了 了解这些内容 我们接下来 再看教材 关于这个支联 表述的相关内容 你就知道教材 之所以那么说 它背后的用意 背后所遵循的 逻辑观意 是吗 首先我们来看一下 教材给出的 稳定战略的定义 是指限于 基因环境和内部条件 其实说的就是什么 内部环境的事 是指限于 什么叫限于 教材 说这话 但这个话 说半句 没有说透 没有说到位 就是限于 基因环境和内部条件 什么 其实就是指限于 什么 内部环境 它的稳定 企业在战略期 所期望达到的 基因状况 基本保持在 战略 期出 就是战略 起点的范围和水平 也就是说 战略 期出 业绩好 这样的一个战略 位置为稳定战略 所以说教材给出的稳定战略的定义 非常科学 既说明了稳定战略的内涵 就是什么 我的业务和规模大体不变 就是战略期末 这样的业绩和战略期出的业绩是持平的 就是战略期出的业绩是什么 我战略期实施过程和战略期末还是什么样 所以说教材给出的稳定战略的定义 点出了稳定战略的内涵 同时 这个定义当中又内嵌了 企业实施稳定战略所必须具足的两个前提条件 一个是限于基因环境和内部条件 就是什么 限于内部环境的什么 它的稳定 就是环境是稳定的 同时 企业在战略期所期望达到的基因状况 基本能够保持在战略期点的范围和水平 就是企业的战略期出业绩好 因为战略期出业绩好 我战略期末保持在什么 期出水平 就是维持什么 这样的一个业绩比较好的一个水平 然后环境又不变 那此时什么 外部环境是稳定的 我的业绩又是好的 那何乐而不为呢 为什么非得要发生变化 为什么非要进行战略变化 为什么还非要进行折腾 那就不折腾了 所以说这就是教材给出的稳定战略的定义 你看短短的这一段话 里面的这个脚头 里面能够解读的东西 是很多的 正于稳定战略 它的内涵 它实施的前提条件是这些 因此采用稳定战略的企业 它就不需要改变自己的宗旨和目标 就不需要什么改变自己的基因范围 不需要再调整自己的战略目标基因目标了 而只需要集中资源用于原有的基因范围和产品 以增加其竞争优势就可以了 也就是说原先你怎么干还怎么干 原先干嘛地还干嘛地 因为你内涵环境不变 而且你战略七周业绩挺好的 所以说你原先该怎么干 你原先干什么还干什么 这样你把现有的资源不折腾 然后把既有的这些事做深做精做透 就能够的好上加好 然后不断的熟能生巧 精益求精 就能够采用稳定战略 此时就能够增加你的竞争优势 所以说如果说你条件具足了 在条件具足的前提下 实施稳定战略 最终是能够达到增加你竞争优势这个目的 这是稳定战略的定义 然后接下来教材介绍了 讲解了实施稳定战略的适用条件 有了前面讲的这些定义铺垫 我们回过头来再看教材讲的 稳定战略的适用条件 就比较好理解了 适用于对战略期环境的预测变化不大 这就是什么 环境稳 而在前期经营相当成功的企业 就是战略期出的业绩好 所以说内部环境稳定 战略期出的实际业绩好 那此时什么就别折腾了 原先该怎么办就怎么办 原先干嘛地还干嘛地 这样呢你能够把战略期出的好的业绩 维持到战略期末 不折腾 精益求精 然后呢把你现有的事情做深做精做透 这样就会增加你的竞争优势 所以说第一个剧毒条件就是什么 环境稳 就是环境稳 第二个是什么 战略期出业绩好 战略期出的业绩比较好 这两点条件 稳定战略适用条件 按照我所讲的来理解和把握 然后教材呢 接下来介绍了企业实施稳定战略的优点 企业实施稳定战略优点 这是我们前面一上来 给大家介绍这个支点考证分析时 我说了对于这个支点 为数不多的一些比较重要的干货内容 需要大家记忆 稳定战略的优点 就是我们前面所说的 需要大家记忆的一些干货的重点内容 前面那些什么稳定战略的核心要业 稳定战略的定义 稳定战略的适用条件 不需要大家记合背 需要大家理解 稳定战略的优点 和接下来介绍稳定战略的缺点局限性 是需要大家记忆的 稳定战略呢 教材介绍了四方面的优点 第一个优点呢 就可充分利用原有生产基因领域中的各种资源 风险比较小 因为呢 你不折腾 就是稳定战略 内容部环境呢 也不变 原先的业绩也挺好 该干嘛还干嘛 该怎么干还怎么干 所以说呢 可以充分利用原有的生产基因领域中的各种资源 你不折腾吧 不发生太多变化 是稳定的 因为风险的本质就是波动性 你稳定了 不波动 你风险自然就行 第二个优点呢 就是避开开发新产品和新市场 所必须的巨大的资金投入和开发风险 因为你是稳定的 还是那句话 该干嘛还干嘛 对吧 该怎么干还怎么干 所以说呢 你就不会呢 是开发新产品 开拓新市场 这样呢 就开发新产品 开拓新市场 不是唾沫沾的 还是拿钱砸的 而且呢 你开发了 为你能成功 现在你不干这些事 就既省了钱 又免了担风险 第三个优点呢 就是避免资源重新配置和组合的成本 也就是说 你干个新的事务 把既有的资源打乱了重新进行配置 这个过程也是需要成本 比如说像时间的成本 包括一些个 在重新配置当中的一些资金的磨损等等 第四个优点 就是防止由于发展过快 过急 造成的失衡状态 也就是说 现在状态比较好 我就维持它 而不是呢 急于的冒进 或者说呢 急于的过速的谋求发展 从而造成的资源呢 比如说根部上发展 管理根部上发展 造成这种失衡的状态 所以说这是稳定站着教材讲解的四方面有点 大家要在理解的情况下来建议 最后呢 教材介绍的是稳定战略的风险 也就是稳定战略的它的缺点或局限性 企业呢 实施稳定战略 面临两方面风险 一方面风险呢 就是一旦企业外部环境发生了较大变动 企业的战略目标啊 外部环境和企业实力三者之间呢 就会失去平衡 那僵尸企业现有困境 这个呢 也比较好理解 因为企业的战略要和企业的外部环境相匹配 如果说企业所处的外部环境常年是稳定的 企业呢 在这个领域当中呢 业绩的还不错 这个汉老保收啊 始终业绩的保持业内中上等水平 它就有长期实施的稳定战略 所以说企业的这样的一个自身的一个业绩水平 内部环境 企业的外部稳定的环境 包括企业实施稳定战略 包括它据此啊 围绕的要实现的战略目标 这几者是平衡的啊 战略目标 环境 战略是平衡的 其中一旦 外部环境 突然发生了较大变动 就会把这个平衡打破 此时 企业如果说不能够是吧 根据新的外部环境 进行相的战略调整啊 重新啊 回到这种再平衡状态的话 那么此时企业就会因为 它原有的这个战略和新的发生 重大变化后的环境不相匹配 从而导致企业是吧 陷入金融困境 就像我刚才说的 你如果说战略还是稳定战略 在内部环境发生变化 你还维持原有战略的话 应该说你的业绩会越来越差 这是在给大家讲基础班总论的时候 在去年给大家讲预期班的时候 在给大家讲缺口分析或差距分析的时候 都给大家呢 讲解过强调过 这是 就是使企业实施稳定战略所面临的第一方面风险 就打破平衡了 如果企业没有能力尽快实现在平衡啊 恢复到与新的环境相匹配的那样的一个新的平衡状态 新的平衡状态啊 这样企业就会进行陷入困境 这是第一方面风险 第二方面风险呢 就是一时企业减弱风险意识 甚至呢会形成惧怕风险 回避风险的企业文化 降低企业风险敏感性和适应性 实施稳定战略 它所面临的第二方面风险 我们怎么理解呢 就是说企业如果说常年在这种稳定的环境下 然后呢实施稳定战略啊 安安稳稳过小日子啊 还进行发展的话 就相当于什么温室里的花朵一样 就相当于什么 常年在和平时期什么来生活的人们 慢慢的它的风险意识呢 就降低就减弱了 以为现实的生活就跟童话世界一样很好 因为我常年就在和平时期 常年的企业所在的啊 外部环境内部环境都稳定 所以说它就有一种错觉 觉得这个轻盈没那么多风险 就慢慢减弱风险意识 所以说 一个国家如果说经历的和平时期太长了 好长时间没有打仗的话 那此时从上到下 大家都会对于这个战争什么 产生一种恐惧 或者说抵触的这样的情绪 回避 就不愿意打仗 怕打仗 所以说 你长期的稳定的环境 就会使企业减弱风险意识 然后呢 慢慢的就形成一种什么 惧怕风险 回避风险的这样一个企业文化 所以说有的国家 常年在和平时期 一旦遇上事了 就害怕打仗 然后呢 为了避免打仗 对方提出什么要求来 都救火 尽量的忍让 就是怕打仗 反而给自己呢 造成了这种绥靖政策 造成一种被动局面 引狼入尸 而且你常年的在 稳定的状态下发展 因为你的环境稳定 所以说你遇到 不确定性的事项就少 那风险的本质 就是不确定性 所以说你遇到的风险就少 所以说你的风险意识 不但淡薄 而且你常年没经历过 什么有风险的事 所以说对于哪些是风险的事 你的这个敏感性 也就是说我们所说的这个警惕性就不高 因为你常年没遇到这些风险事 你即便遇到了一些具有风险事 或者说遇到了一些个什么 可能要面临风险的一些个苗头 一些个症状 你可能是吧 还视而不见 浑然不知 你感受不到 而且你常年在稳定状态发展 一旦遇到了什么突发的风险事件 你有时呢 一时难以应对 手足无措 因为你长时间没经历这事 这就是企业实施稳定战略 它通常会所面临的两方面问题 所以说企业实施稳定战略 所面临的这两方面风险 也是需要大家什么 将其记下来 这就是这个知识点 要给大家重点讲解强调的相关内容 好 这个知识点给大家讲到这里 谢谢大家